在日本,许多人都相信鬼神之说 因此在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都市传说 例如小孩失踪后找不到 人们会认为是被神怪带走了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神隐 只要有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 人们往往会认为是神怪在琐碎 《白鬼夜行汇卷》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妖怪 这幅画也被认为是日本妖怪化的鼻祖 今天要讲的是日本众多妖怪故事中的一小部分 它是江户时代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 本所七大不可思议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创幕府 由此江户时代开启 它是日本历史上武家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 有200多年的历史 江户时期由德川幕府统治 天皇虽然享有崇高威望 但只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 没有实权 实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 将军也是最大的封建筑 江户时代有一个叫做本所的地方 它在现今的东京都墨田区 那个年代日本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 人们逐渐脱离了贫困生活 在那个时候 人们就普遍相信鬼神之说 在本所地区经常发生一些无法解释的事件 这些事件也一直流传了下去 直到今天 它被称为本所七大不可思议 实际上本所七大不可思议中收录的传说不止其间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其中的一些故事 本所七大不可思议之传说一 智行诀 在江户时代 本所附近有很多池塘 里面经常出现鱼群 附近的居民们见状后 就会来到池塘钓鱼 一天 一命男子与好友相约 前往一趟名为锦思绝的河里钓鱼 这天天气不错 两人钓了整整一天 直到太阳下山 两人看时间差不多了 决定离开 于是他们将鱼龙从河里拉了上来 里面装着满满的鱼 就当他们收拾完东西准备离开之时 河里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好像有人在说 留下再离开 两人听见后害怕极了 河里怎么会有人说话呢 他们也顾不得弄清楚 头也不回地跑回了家 回到家后 他们打开了鱼龙 然而奇怪的是 原本明明是满的 但此时里面空空如也 这个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 说的是 两人听见河里传来声音后 一人空着手逃跑 另外一人则抱着鱼龙逃跑 没想到 河里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把抱着鱼龙的人拖入了水中 在那之后 除了在河边钓鱼的人外 所有提着鱼的人从河边经过 手里的鱼都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在河边的其他钓鱼者 偶尔也会听到同样的声音 在那之后 他们必须把当天所有钓到的鱼放生 如果不这么做 回到家后就会被鬼压床 类似的事情在之后也曾发生过 在东京都足利区 有一个地方叫做绝窃站 那里有一个池塘 有人在池塘钓了很多鱼 收获满满 在这过程中 他不小心让三条鱼逃回了池塘 太阳下山后 他打算回家了 但他发现迷路了 怎么走也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就像是遇到了鬼打墙 他想起了多年以来的传说 于是他返回了池塘边 把这天钓到的所有鱼全部放生 之后终于回到了家 在祁域县的穿越时 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传说 如果有钓鱼者 在一个池塘里钓到很多鱼 在回家途中 他会听到一个声音 放下放下 这时他们就要返回池塘 把鱼放生 要不然就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一系列的事件发生之后 人们认为河里一定有妖怪 于是就给妖怪取了个名字 智行爵 智行的意思是放下走开 爵是指护城河 智行爵也是日本26女鬼之一 关于日本26女鬼 以后有机会 专门出影片给大家讲解 对于智行爵的真身 民间有一种观点 认为妖怪是河童 这是日本民间传说的妖怪之一 也被称为水神 传说他的身体如孩童一般大小 全身呈绿色和红色 嘴巴是尖尖的鸟绘 皮肤光滑 两只手能无限伸缩 头顶上常有一块盘子 盘子是圆形 光滑无毛 且总是被水弄湿的 如果盘子变干或破裂 就会失去动力或身亡 河童一般生活在河流或沼泽里 非常喜欢恶作剧 经常会把在河边走的行人 拉入水里 河童这种妖怪 最早起源于滋鹤县的琵琶湖 它是日本最大的湖泊 占滋鹤县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相传在琵琶湖 栖息着不同种类的河童 他们性情不一 邪恶的河童会把人拉入水里 品德良好的河童会救助落水的人 自从琵琶湖流传出河童传说后 日本各地纷纷发现了河童的踪迹 在江湖时代的本所附近 有许多条河流 在其中几条比较有名的河流里 曾流传出河童目击事件 在如今的墨田区江东桥附近的 景思绝公园里 还树立着一个河童的雕像 还有人认为 智行绝的真身是梨 这是一种日本妖怪的名称 它由河修炼成金 这是一种长得很像浣熊的动物 它也是日本民间传说中 最为出名的妖怪之一 可以幻化成人 梨也喜欢恶作剧 它会变成漂亮的女子 去魅惑男性 有时 它会把石头变成金块 欺骗路人 传说梨在施展妖术时 会把一片树叶放在额头上 有着显著的特征 在四国岛 梨妖的传说非常盛行 在伊渝松山 也就是如今的爱园县松山市 有一个名叫八百八梨的传说 那里有一只被称为 隐神行步的梨 他带领着手下八百零八只梨 守护着四国岛的平安 江湖时代的本所存在一些梨种 因此有人认为 这就是梨在作拐 之后有一位水船学者 在对水中发出声音的现象 进行了解释 他认为这是一种淡水鱼 提表的梨片摩擦产生的声音 至于智行诀究竟是什么样贵的真身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本所七大不可思议之传说二 足洗底 相传在本所的三立丁 也就是现今的东京都墨田区规则 有一户人家每到晚上 屋顶都会传来一个声音 好像在说 帮我洗脚 如果你答应下来 屋顶就会破开来 从上面生下一只长满棕毛的巨脚 按照提示洗完脚后 它就会消失不见 破裂的房顶也会恢复如初 如果对声音置之不理 巨脚就会一直踩踏屋顶 发出巨大的声响 直到第二天早晨 声音才会消失 每天晚上 这只巨脚都会如期而至 房屋主人不堪其扰 他和一位好友诉说了此事 好友一听表示很感兴趣 就提出和他换家 然后当好友搬进来后 巨脚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故事传开后 人们把这个妖怪称为足洗底 到了明治时代 足洗底又出现了一次 一天 在本所地区一栋房子里 住户正在休息 期间他家的储物间突然被打开 他走过去一看 只见储物间的屋顶 剩下一只巨大的右脚 接着还有一个声音传来 要求屋主帮他洗脚 屋主见状后 就拿了一把刀向巨脚砍去 当触碰到巨脚的一瞬间 他就变成了一团烟雾 怎么也触碰不到他 后来屋主还请来了法师 做法驱魔 没想到巨脚突然暴怒 他又出现在储物间里 并肆意移动 里面许多物品都被破坏 之后屋主尝试着 按照要求把他的右脚洗好 接着房顶 又会伸下一只左脚 两只脚全部洗完后 他就会消失不见 直到第二天 会再次光临 有一天 一名窃贼偷偷潜入房间 他来到储物间 想要偷走一些东西 没想到此时 一只巨脚从天而降 把窃贼制服 屋主知道这事后 把巨脚奉为家中的保护神 他把家中所有贵重物品 都放到了储物间 还专门请来了一位女仆 给他洗脚 有人认为 足洗底妖怪的真身 与智行爵一样 是一只狸妖 相传在1765年 狸妖遭遇了猎人的追杀 身负重伤 在逃跑途中 李妖遇到了一位名叫左善的男子 他给猎人一些金钱 以救下李妖 当天晚上 李妖幻化成一名女子 来到了左善家 并告诫他 最近他女儿家会遭遇不测 但左善没有听信李妖的话 没多久 左善女儿的恋人就被人杀害 左善的儿子想要前往复仇 但不幸败下阵来 李妖立刻幻化成 他的父亲左善的样子 抵御了对方的进攻 最终救下了他 从此之后 每当左善家即将出现祸事 他家的房顶 就会伸出一只巨角 以提醒他们加强防备 本所七大不可思议之 传说三 送行提灯 江户士待了一天夜晚 有一人在朋友家做客后 夜行回家 他在漆黑的路上走着 突然前方出现一盏提灯 那盏灯忽明忽暗 灯光摇摇晃晃 好像有人在提着 夜行者如果按照 灯指示的方向走 没多久就会迷路 当意识到自己迷路后 提灯便会慢慢消失 曾有好奇的夜行者 想要追上去 看看究竟是谁 提着那盏灯 当他快速向前 即将追赶上提灯时 他又会消失不见 有夜行者看见提灯后 不跟着他 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提灯不仅不会消失 还会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但都会保持一段距离 就好似鬼火一般 还有的夜行者碰到 送行提灯后 立即朝着提灯 相反的方向逃跑 不出所料 提灯立刻跟在那人的身后 没多久又消失不见 但之后提灯又突然 出现在那人的周围 甚至开始围绕那人旋转 故事流传开后 人们把这个妖怪称为 送行提灯 本所七大不可思议之传说是 送行拍子木 他被认为是 与送行提灯相似的妖怪 在江户时代 有一种职业叫做巡夜人 每到晚上 巡夜人就会提着灯 在大街上击打拍子木 并高喊小心火烛 拍子木是由两片硬木 或竹子制成的传统乐器 通常有戏声相连 互相拍打 就可以发出清脆的敲击声 一天晚上 一名巡夜人 一边击打着拍子木 一边在大街上巡逻着 诡异的是 当他停止击打拍子木后 声音却未停止 耳边仍然传来连续的 击打拍子木的声音 就如同有另一名巡夜人 陪伴着他 他缓缓转过身去 但身后空无一人 有人认为 也许是巡夜人 经过了一条狭窄的小巷 他在巷子里 击打着拍子木 随后产生了回音 在此之后 这个故事 又在当地流传了开来 人们把妖怪 称为送行拍子木 本所七大不可思议之传说舞 灯无桥麦 它也被称为西无行灯 有一个地方 名为南哥下水 在那里 有一个卖桥面的路边滩 每天晚上 滩子就会出现在 某条道路上 一旦有人提着灯 来到滩位附近时 路边滩就会消失 等到灯光远去 它又会出现在原地 这个路边滩 只有某些特定的人 才能看见 有人还在那里 吃过一碗桥麦面 但回家后 就发生了不好的事 虽然有人在那里 吃到过桥麦面 但没有任何人 看见过滩主 路边滩也一直在晚上营业 第二天凌晨 就会原地消失 由于该路边滩 灯亮消失 灯灭出现 久而久之 这个妖怪 就被称为灯无桥麦 本所七大不可思议之传说六 片叶的尾 相传 在本所有一位 名叫阿居的女子 她长得十分漂亮 一位名叫流藏的邻居 非常喜欢阿居 她数次向阿居 表达爱慕之情 还曾想借机 把她抱入怀里 但阿居并不喜欢流藏 态度也越来越冷漠 有一天 流藏来到了阿居家 再次满心欢喜地 表达了爱意 但阿居的态度 依旧冷漠 流藏再也忍受不了 这样的态度 她想强行占有阿居 阿居见情况不妙 立刻逃了出去 流藏走在她身后追赶 两人你追我赶地 来到了一座桥上 旁边就是一条河 愤怒的流藏 一把抓住了阿居 并把她杀害 然后扔到了一旁的河里 之后一段时间 发生了奇怪的事 原本河里 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 后来却长出了 一大片茂盛的芦苇 更诡异的是 那些芦苇 只长了半边叶子 当地人认为 这是阿居的怨念在作祟 故事的结局是 流藏在家中发狂而亡 本所七大不可思议之传说七 梨杂子 也称马路杂子 相传 在深夜时分 尤其是月圆夜 往往会在不远处 听见笛子 伴随太鼓的演奏声 听到后 会感觉声音发出的地方 离自己并不远 有人在听到声音后 前往寻找声音的来源 但发现 即使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声音也不会变大 远离它声音也不会减弱 民间认为 这是梨妖发出的声音 吸引着人们前往荒郊野外 本所七大不可思议 还有其他传说 我们再来说两个 其中之一 为京清太鼓 在本所地区 有很多预防火灾的活金塔 塔顶有一些板木 每当火灾发生时 有人就会登上塔顶 敲响板木 后来的人们用太鼓 替代了原来的板木 每当火灾发生时 塔顶的太鼓便会自动响起 但始终都没人知道 究竟是谁敲响了它 另外一则传说被称为 落叶突垂 在本所一家住宅里 有一株价值连城的古树 古树上长满了茂盛的树叶 每当微风吹过 树叶都会哗哗作响 然而诡异的是 这棵树无论如何都不会落叶 地上始终干干净净 屋主认为这种现象不太吉利 之后便举家搬离在那里 这个故事也一直流传了下去 在日本 传说有400到600种妖怪 它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妖怪学在日本 是一门正经的大学问 大学里还有相关的课程 即便到了现在 科技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解释了以前的一些现象 但妖怪文化 依然在日本民间流传着 科技的发展到